接着再来看模型系数表 关于回归系数的假设检定结果 这个地方我特别把它出成一个作业 主要是要用它来作为 我们去认识其他运用线性回归 去认识其他统计方法的基础 因为你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表呢 如果你要它做出来的话 我看看 就是这个model coefficient 在这一块的选项中 你就要把想要勾选的勾选起来就好 那如果这里跟现在我们所说的 比较有关的 我先一个一个来 主要是只有 它虽然是名曰Rnova检定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它这边是显算的确实P减定 好那这边它只有做两个P减定 一个是拮据的P减定 另外一个是回归系数 就是比尔的这个回归系数 估计值的P减定 好那这里 我就只要说明这个比尔 这个回归系数的这个统计假设检定就好了 它就是显示 上次讲那个假设检定的时候 已经有提到的 其实比那个所谓的什么 拒绝或接受更中性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只要说明 就是说虚无假设的主张或对立假设的主张 是可以支持的或不能被支持的 这样子会是比较有科学精神的一种解释方式 那所以我把它沿用到这边 那这边我们就只要说明 可以说明的就是说 这个比尔他 就是点就是说比尔他 它是指的是 每个客人在被记录的那段时间 他点了几杯酒 然后跟那个 他露出微笑的次数之间 我这里不就是说 无法主张 两个变相之间没有关系 好那这个听起来是废话 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示一下 在后续我们在认识其他的统计方法 我们只要是透过这个拮据或者是回归系数的统计检定 那大部分如果是连续变相 它会是体检病 或者说可以化约为连续变相的连续尺度资料 它都会是体检病 虽然说他这边写的是anova 但是他这边实际上做出来是体检病 如果说这一段话可以解释我那个在作业中 在我出的这个作业中 这个表面上的就是解读检定结果 那其实这一题的设计有一个更重要的深意 是让同学去认识其他的统计方法的怎么去使用 其实我们只要把其他统计方法都看成是一个线性回归模式的话 那就只是说对于关键的拮据或者是回归系数做统计检定 这是第一步 还有就是等一下后续题我们会看到的什么区间估计等等 这个部分应该我刚讲的刚刚好 我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少 然后接着我们就来看下一题 就是信赖区间怎么回事 信赖区间就是我们再把这个估计值这个下面勾起来 它这中间就会多了那个下计 就是信 拮据跟回归系数的上计 下计跟上计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 我指出了贝塔跟回归系数的 我在这里我从报酬中我读到了贝塔的回归系数的信赖区间 我就可以说这个回归系数是在95%的这个区间值之间 这个表示说 这个表示说 这个比较多的客人越少露出微笑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区间估计我可以说比较更明确的话 因为这个估计它其实是一个对于一个主张的这个我可以做一个最适度的诠释 那假设检定呢 通常我只能说这个主张 我可以 我能不能说 有没有这个主张而已 这有没有看到 就是估计值的 动作上就只是多开了一个选项而已 但是在解读上是不一样 就是有这样的差异 那么我自己也是在准备这个作业的解释之中 我是发现到那个假设检定搞不好 其实可以跳过去打散在那个统计方法的单元中 再慢慢跟同学介绍 因为这个是线性模型教程中 我是看到这个其他国外的老师在操作经验中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省去很多这种 那个让大家投昏的那个推论统计的数 或者说让一些数 就是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 那个渗入同学的脑袋里面 那我这个操作我还是第一次操作 所以我还不敢就是直接就马上做这个改变 我是想以后 因为下学期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正式的线上课程 到时候我应该会这样子来试试看 那你们自己的话也可以从实物中 实际的实物中试试看 你会不会这样子会比较更能够知道这个假设检定 跟那个跟估计的真正的那个功能是什么 好 然后接下来的小题 就是问到了那个标准化回归系数 那这个英文就是这个standardized estimate 那它就在同样也在这个选单的这个地方 你就只要把它给勾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首先你 首先我就先只要勾这个就好 这就会多了一篮 而且它只有显示回归系数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状况下 只有回归系数才会有所谓的标准化的估计值 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0.320在哪里看过 可以再往前看啊 往上点就看到了 它是不是就是等于皮尔森相关系细 然后绕了如果是不管是怎么交统计到到这里等于好 那绕了绕个圈圈一样 我在这边只是跟你们提示 这边我主要是要去告诉你就是 如果你把这个回归式重新写的话 那就是Y等于-0.320X 那如果你把它画成一个坐标这样的回归 它就是通过圆点的一个斜线 那当然你就可以很顺势的 如果你要知道标准化回归系数的这个 这个信赖区间的话 你又只要勾选它就出了 然后我可以跟你们保证 这个信赖区间跟上面 我这边如果也要等下算这个信赖区间 一定也是一样的 你看这边是-0.2到-0.431 然后下面 然后下面这边也是差不多 只是-0.443到-1.9 然后它的意义上 就是表示说 这两个变相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